在俄罗斯,52岁的哈米杜拉,用1.2万个香槟酒瓶,建起了一间99平方米的房子。 这间特殊的房子坐落在俄罗斯车里亚比斯克,现成为该地区的流行地标。 这位大叔室友难道是酒神?1.2万个酒瓶? 哪里来的?小编弱弱计算了一下。 假设大叔比较早熟12岁就开始喝酒,每年也得喝300瓶。 喝40年,也就是说大约每天喝一瓶。 建这样一间特殊的房子,并不是哈米杜拉林光一线的点子。 其实,他一直就喜欢用提酒瓶和福特加酒瓶,做一些东西。 他的孩子都很崇拜他的手艺,并鼓励他可以用酒瓶建房子。 但是,他起初认为这是不可能的。 然而,他的二儿子在18岁时意外过世。 哈米杜拉台最后下定决心,把儿子记忆中那间特别的房子建起来。 于是,他开始寻找合适的材料,花三年时间收集了超过1.2万个香槟酒瓶。 这些瓶子有的是他买来的,有的是周围的居民送给他的。 在我开始建房子时,从来没考虑过,竟然有这么多种不同的香槟酒瓶。 他发现这些瓶子,不光颜色不同,品质也不同。 由于他最后收集到的瓶子形状和大小不统一,他便使用特殊的玻璃切割工具,将它们加工成相同大小。 现在,他已经成了这方面的专家。 能够准确地分辨出任何瓶子的直径,误差不超过一毫米。 他在坚实的地基上,把空瓶一层层堆起来。 在每个瓶子的瓶颈处,他流出大概一只厚的空隙,填入溶液。 溶液凝固后,就会把瓶子固定好,同时还起到保温的作用。 从外面可以看到瓶子的底部,它们让房子的外观有著独特的纹理。 而从屋里看,这就是一间普通的房子。 你看不出房子,是用瓶子建成的。 宣告,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资讯之目的。 若有来源标注错误,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。 请作者持全署证明与本网联络。 我们将及时更正、删除。 谢谢。